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黑也在和岳父岳母的饭剧上闹得十分尴尬 小黑想做作家 可是小妹却觉得她在编剧行业已经有所起色 不想让她重新开始 两个人还在巴黎偶遇了小胡子和她的女朋友 四人一行学识烟博的胡子出现了风头 而晚上小妹也抛弃了小黑和胡子哥跳舞去了 小黑站在路边被一辆老实的车子带走了 奇怪的是一下车小黑来到了一个party 在party上她遇到了许许多多她经养的作家 她才意识到自己穿越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在那里她遇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家 还有海明威等等 她想让海明威帮忙欣赏她的作品 可是两个人却没有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 等小黑再次回到party时却发现 那里变成了洗衣服 原来小黑又回到了现代 小黑跟妻子讲起自己穿越的事情 可是妻子以为她在讲假话 为了让她相信 小黑带着妻子来到了那个老地方 可是还没等午夜钟声响起 妻子不耐烦先走了 终于小黑自己等到那辆车 一开门里面坐的是海明威 两个人来到斯坦因家开门的正是爱丽丝 而里面还有毕加索正在作画 看到这一切的小黑汤姆接舍 小黑将自己的小说手稿递给了斯坦因 小黑也开始和阿娜聊天 两个人聊得不亦乐乎 回到现实说 四个人一起去了博物馆 在博物馆里 小胡子又开始侃侃而谈 而那幅画恰好是做完小黑 穿越毕加索时在做的那幅画 于是小黑借用 坎明威的评论 好好地装了一次闭 让几个人佩服得五体头顶 又一次午夜穿越 小黑看到阿娜得知他和毕加索吵架了 此时 海明威想炮他 小黑又来到了现实 却无意中在一本书上得知 阿娜知道海明威和毕加索都喜欢自己 可自己却不知道为何 深深地被小黑吸引住 而自己做梦梦到 小黑送给了自己一对耳环 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小黑听到这一件事情 十分激动地回到家中 经历一段波折后 买了一对耳环又回到了过去 夜晚两个人激动着 在巴黎的街边又吻 两个人走着走着 上了一辆马车 刚下车却发现 又穿越回了另外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正是阿娜喜欢的时代 虽然两个人之间 有着感人恢复的爱情 却抵不过两个人 对自己最喜欢的时代的吸引 最终分道扬镳 阿娜留在了那个年代 而小黑回到了自己喜欢的年代 还明威对小黑的作品十分满意 可是却提出 小黑的未婚妻 可能已经和小胡子出轨的事情 小黑听到后 回到现代和未婚妻大吵一架 两人随即便分手 夜晚午夜终身再次响起 而这次小黑并没有选择穿越 而是漫步在巴黎的街边 这时他遇到了一个 阿娜多姿的少女 两个人虚伪相同 一同漫步在浪漫的雨中巴黎 看完这部电影的小编 不禁感叹 这编曲的脑洞真是极其之大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时代 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属于我们的时代 其实就是最好的时代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